好,好像很久沒有拍片一樣,希望大家還記得我們之前的25個說過的什麼 我們就說,當地球不穩定的時候,它就可以放出Alpha,Beta和Gamma Alpha就是Helium的Nucleus Beta就是Fast Moving Electrons,Gamma就是Radiation 如果計算Ionizing Power,就是Alpha,Beta,Gamma 如果計算Penetrating Power,就是Gamma,Beta,Alpha 如果你忘記了,就看之前的影片 我們今天就會開始說,如何計算Radiation 以及這些Radiation實際有什麼用途 在計算之前,我們要說Random Nature 什麼是Random Nature? 譬如有100個 particle在這裡,我們不知下一瞬間是哪一個 particle decay 這個就叫做Random Nature 這個Radiative Decay,我們就叫做Random Process 這個Random Process是指我們不知哪一個會Decay 但是它不是完全不估計的 是什麼意思呢? 可以想像一下,譬如你全班35個人 我不知道哪一個會Fail Physics Test 但是我大概會知道你們的班有多少個人會Fail Physics 或者至少我知道有沒有人會Fail Physics 所以這個Random只是指你一班同學不知道哪一個會Fail 但是當這個Sample數量很大的時候 它是有規律的 或者我們是可以計算的 譬如我出得很難很難,我知道一半以上會Fail 這一個就是告訴你 雖然我不知道哪一個同學會Fail 它是Random 但是我始終都可以計算到某一部份的東西 這本書就用擇式仔去代表Decay Process 擇式仔和Decay Process有什麼關係呢? 你想像一下,你現在有很多粒色在這裡 就和你這個Materials 裡面有Radioactive Materials一樣 所以這些色仔呢 其實就是代表Radioactive Nucleid 那你搖 你搖這個盒的時候 是否有些東西會Decay呢? 所以你搖它的時候 就代表了Decay Process 如果你搖到1的話 那就代表了Nucleid Decay了 OK 那這兩個process 知道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你不停地搖 這些色 那會怎樣呢? Undecay Dice 會怎樣呢? 在你搖之前 即是第0次 它有100粒 那你搖了第1次 就只有83粒 那你越搖它就越少了 好啦 那你知不知道哪一粒 下一次會窄到1 你不知道 這個就叫做Random 那但是呢 我們呢 大概會知道 每一次有多少粒 會窄到1 那你看一看這個 Newly Decay Dice 什麼叫Newly Decay Dice 就是剛剛窄到1的數目 OK 剛剛窄到1的數目 那一開始你有一百粒的時候 大概有17粒會窄到1 當你81粒的時候 就剩下14粒會窄到1 因為你現在有的色仔 越來越少 即是未窄到1的色仔 越來越少 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窄到1就拿走它 那你未窄到1的色仔 越來越少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你在這個box裡面的色 越來越少 那你 搖一搖之後 變成1的數目 都越來越少 那這個和Decay Product 是一樣的 當你有一塊東西 原本還沒Decay過的時候 那一開始Decay 很快的意思就是 有很多particles會Decay OK 很多particles會Decay 所以 Radiation是多一點的 那但是呢 當你Decay了 譬如1千年的時候 那裡面的 那些 Radiative sources 是不是已經少了 那所以呢 那它 現在放出來的 Radiation會少了 那你見到什麼呢 如果你畫這個圖 將你 這個 不是旁邊的行字 對嗎 將這個Undecay 即未摘到1的 Numbers 撲出來 你就會得到這個curve 這個curve 這個curve 我又叫做Decay Curve 那跟這個 Radiative Materials 的Decay Curve 是一樣的 就是我比較Uranium 你 好啦 如果你X-axis 這個是時間 OK 這裡可以轉到Times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Undecay Decay的Numbers 就會Decay Follow The Exponential Decay Curve 好啦 那你可以發現 這個Undecay的Dice Halfed 每3-4 Rounds 那就是 未變1的Numbers 那些Numbers 每3-4次就會減少一半 那你可以看到 這裡由100變成很接近50 那這裡由48變成很接近27 好啦 Fure Dice Decay When Fure Dice Are Left Undecay 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好像我剛剛說 如果你的Box 未變1 那個數字 未變1 那些色仔 少一些 那你搖一搖之後 下一回合會變1 的色仔 是不是都會少一些 因為你的Total Amount 少了 好啦 那這個Process 就告訴你 一個Radiative Materials 它的Radiation 會越來越少 那所以呢 譬如像赤爾諾貝爾核電廠 如果裡面的反應堆已經停了 那它的Radiation 會越來越低 那當然 如果反應堆還沒停 那它會增加 它的Values 或者 Maintain at the same level 那 那福度核電廠 好像還沒完全停止 我記得裡面的燃料 好啦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為什麼每次都這麼巧 每3至4Round 就會Decay一半呢 其實你想想一下 這一顆色有6個面 對不對 那你摘中1的那些 你就remove from the box 那其實每次 是不是有6分之1機會 remove from the box 所以呢 由100顆到50顆 或者由50顆到25顆 所需要的次數 都是差不多 因為你每一次固定 就是沒有了6分之1 那這個就是 這個Probability OK 那有另一個簡單的例子 譬如 一開始有100個人 在那裡上課 OK 那這100個人 會隨機聊天 好像你們這樣 你一聊天 你的老師 就蓋你一巴掌 然後再趕你出課室 OK 好啦 那可能你每個30秒 就有一半的同學會聊天 所以30秒之後呢 就剩下50個同學 對不對 那這50個同學呢 他會怎樣呢 他會繼續聊天 那他再過30秒呢 那就會剩下25個同學了 OK 在課室裡面 那這個情況代表了什麼呢 就是你第一次 一開始有很多Probability 過30秒呢 那你沒有了50個 對不對 那第二次呢 只是沒有了25個而已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Decay的concept 雖然呢 它Decay的比例是一樣的 每一次 就是經過相同時間 Decay的percentage是一樣的 那但是呢 因為你的Reminded Amount 越來越少 那所以呢 你的Decay Amount 都越來越少 好啦 那這個就是個Comparison 那你可以自己看一看 那Probabilities of a dice 那就是 那就是 好似什麼呢 好似的Probabilities for a particularNutical to Decay within a period of time OK 那這個Particles呢 我們不知道它幾時會Decay的 但是呢 我們要知道可能 10秒之內 它Decay的Probability 是六分之一 OK 那但是呢 它可能15秒才Decay 可能20秒才Decay 或者100秒才Decay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它的規律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Nutical 但是它有六分之一的機會 在某一個時間之內Decay 那如果你有很多很多Probabilities 譬如你有100億的Probabilities 或者600億的Probabilities 600億的Probabilities 那十秒之內 有六分之一的會Decay 那呢 你大概就知道呢 會有100億的Decay 因為你的Samples夠多的時候呢 那你大概就可以猜到 有多少個會Decay 好啦 那什麼叫做Half-Light呢 那這個Half-Light呢 那這個Half-Light呢 就是 如果過了10秒之後呢 就佔50個 那這個10秒呢 我們就叫做Half-Light 這個Half-Life是10秒 即是這個Radioactive Neutralize decay to half of its original amount所需要的時間 完整就是the needed time for the radioactive sources to decay to half of its original values 後面應該有它的Definition 反正你記得它DK到一半所需要的時間就叫做Half-Life 這樣未必是exactly the same 譬如你知道那個Materials的Half-Life是10秒 但你現在有100粒10秒之後可能會變成51或者49都不足為奇 因為這個Process是Random的 但如果你有100億粒就很接近50億 即是你越大的時候就越接近這個一半這個數字 這個Half-Life就是times interval that the numbers of undecided nucleized halves 聽不懂 譬如你現在有40 billion Iodine-1 3-1 這個東西可以在醫學上用的 它的Half-Life大概是8天 即是如果你吃了這東西下去 那8天就會少一半 所以零日的時候 它就有40個Billion 所以過了8天就剩下20 再過了8天就剩下10 再過了8天就剩下10 然後再過了8天就剩下... 呃...幾多 呃...5啊...sorry 瘋了 好 如果你畫這條線 你就會得到這個Pattern 這個就叫做DK Curve 你會發現它是一個Exponential Curve 好 其實你也不可以畫公式 很簡單 譬如一開始是Ending 過了一個Period之後 過了一個Half-Life 那就是乘2分1 過了兩個Half-Life 就是乘4分1 所以就是2分1的2次方 那你就會得到這個色 那你記住這個End 是Undecated 即是未DK的 OK 這個Ending 這個Ending 就是一開始有多少 一開始有多少 那所以如果你想計DK了多少呢 如果你想計DK了多少呢 如果你想計DK了多少 那是不是N0-N N0-N 那所以呢 就是N0-N0 就是Times1 PWN 好 Então記得這個Ending 是Undecated 因為呢 你的小Ending 就是經過得越來越多Half-Life 你就會覺得這 printed 應該越來越少 對吧 你剩下的particles的數目就變少了 這個n等於n0x1.5n 這個是Numbers of the Nucleides 其實你可以換成其他東西 你可以換成這個Mass也可以 換成這個我們叫做Activity 之後會說什麼Activity 就是每秒會有多少個particles 你可以把這條色變成 每秒會有多少個particles 因為它每秒會有多少個particles 和它無Decay的particles 就是你未Decay的particles 那麼你每秒會有多少個particles 所以這條色可以變成這樣的 這個是A0 一開始每秒會有多少個radiation 這個就是經過了n次之後 每秒會有多少個radiation 或者可以改成Mass 即是M0 一開始的Mass是多少 你想一下如果你知道一開始的numbers 其實你可以改成Mass 所以這條色可以由numbers 轉成Mass也可以 所以這條色可以由numbers 所以每個radiation Nucleides 有一個characteristic Halfline 所以Halfline cannot be changed by anybisical and chemical means 首先講一下什麼意思 即是每一種material 才有它自己的Halfline 譬如這個sodium24 正常的sodium的Mass number 應該是23 它現在多了一顆 所以它是unstable 所以它就會有些radiation 每15個小時就會減少了一半 Undicated Nucleides 譬如這個我們經常講 Radon Gas Radon Gas 就是52秒 所以不同的radiative materials 有不同的Halfline 因應這個不同的Halfline 它可以有不同的功能 即是這個radiative sources 其實是有用的 它除了可以毒死我們之外 還有其他用的 我們之後就會講 Halfline cannot be changed by anybisical and chemical means 譬如你一個chemical reaction 譬如你increase the pressure increase the temperature increase the temperature 就是可以increase the reaction rate However for the radioactive decade 這個decade的amount 或者probability 或者這個times needed to half the numbers 是不會受到這些條件影響 即是你increase它的temperature 即是你increase它的temperature Uranium也不會 decade得快些 即是increase the pressure 也是一樣的 只要它那個Halfline 是這麼多 那 那 無論在任何條件的情況之下 它也是這麼多 這個table是不需要背的 但你就知道不同的materials 的Halfline 是不一樣的就可以了 OK 我們剛剛講完這個activity 原來這裡就馬上有了 那什麼叫做activity呢 activity呢 就是一個measure of rate of decay 或者我們就叫做 number of nuclei decayed per unit times 那你簡單點想 就可以是每一秒 有幾多個alpha beta 或者加碼飛出來 其實這個就叫做activity 那如果每一秒 飛出來的alpha beta 加碼的numbers 高一些 即是activity高一些 那其實就是radiation 大一點 那你就容易些會死 對不對 所以這個activity 就是告訴你 你現在的environment 的radiation 強不強 那它有個unit 那unit就是per second 為什麼per second 因為其實就是幾多粒 每秒 那幾多粒 是不需要寫的 那所以呢 就可以叫做per second 或者 另一個unit就是bacquero 這個bacquero 其實就是per second 那因為這個是 科學家的名字 應該是它定義的 沒有仔細看 那所以呢 你可以叫它做bq 或者就是per second 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一開始 有8個undecated nuclein 那過了一個hublight 之後呢 它剩下多少個 剩下4個 剩下4個 OK 那它原本有4個呢 做了什麼 就是decay了 所以它會放radiation出來 那所以 當它有8個的時候 OK 它經過了一個hublight 那它是不是放了4個 這個radiation出來 那所以呢 它的bacquero 就是4了 如果這個hublight 是1個second 因為1個bacquero 就是代表它每一秒 放幾多個particles 那所以如果hublight 是1秒 OK 然後呢 它由8個 變成4個undecated nuclein 換句說法 就是它放了4顆radiation出來 所以bacquero就是4了 好了 然後就到這裡了 你現在有4個 那過了1秒之後會剩下多少個 過了1秒之後會剩下2個 過了1秒之後會剩下2個 所以它就會放2個radiation出來 就是2個bacquero 那你可以看到 那你可以看到 undecay nuclein 越大 那在那一瞬間 它的activity 就是越大了 所以a 就是directed proportional to n 那 因為你原本有這條色 所以你現在就可以寫 A equals to a zero 啊 times one half n 或者呢 再說一次 不厭其飯 用mass 都可以 反正呢 只要可以代表amount的東西 都可以代入這條色度計 那這條色很簡單 所以呢 就不會特別和大家去計 好 這個就是port of activity a of an iodines 131 sample against times t 那這個activity is halves after each half light 那這個activity 跟amount是一樣的 只要它的時間 經過了一個half light 那 它的activity 就會減到 圓圓的一半 所以呢 after each half light number of undecaded nuclei decrease to half 或者這個activity 就會 decrease to half OK 那這裏有幾版 是講一條比較複雜的 和general的equation 那我下一次會專門 下一段片 去解解這個calculation 那我現在 就會講完所有concept 所以呢 就很快地飛過 等一下 應該明天就會拍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就會講一下 有些什麼用了 就是這些radiation 那 它雖然對人體是不好的 就是如果你無緣的隔離就要鎖 但是呢 它也有些特殊的用處可以幫助我們 那我們想一下它有什麼用的時候 首先我們就要想 它會放什麼radiation OK 因為它放α和β和γ 我們應用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第二件事呢 就是它的half-life有多長 譬如我叫你吃一顆東西下去 如果那個half-life是一千年的死火 你吃了下去之後呢 它一千年之內 還在你的體內 OK 所以呢 這兩樣是我們要考慮的事情 第一件事呢 就是 最常見的就是 medical uses 記得上次跟大家說過 我們有一課 有一課 叫radiotherapy OK 即是外國有得讀的 就是放射性治療 我猜現在內地也有得讀的 好了 可以在體外進行這個放射性治療 什麼叫做體外進行這個放射性治療呢 就是這個 ionizing radiation can kill both the living cells and the cancer cells right so you can use the gamma knife to treat the brain cancers by directing beams of gamma rays through the body 那首先呢 我們要想些什麼 首先要想一下這個type of radiation 在這個情況之下 為什麼我們用gamma 不用alpha和beta 因為alpha和beta 是有可能穿過不了你的身體 alpha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alpha會被削過的8-ball paper 也很容易被被削過的 andumenium 你想想你的腦子裡 會先經過你的肉 接著會經過你的骨 所以它很可能穿過不了 所以我們要用gamma radiation 因為這個gamma radiation 的精力力很強 所以呢 如果我 如果我不幸 就生腦癌症 這裡有個 tumor 或者有個 cancer cells 我們就可以用Gamma Radiation去殺死Cancel cells 但無可避免會殺死健康的Cells 但比起傳統的電療和霸療已經好多 因為電療和霸療是大規模的AOE 這個精準很多 頂多都算是安奇拉的一技能 所以它比較容易精準地去殺死Cancel cells 我們用來做這個External Therapy的Radio Nuclein 就是用這個Gamma Source 它就有一個Long Half-Life的好處 其實它是什麼來的呢? 它就是一個Cobalt-60 即是這個菇 它的Half-Life大概是5.27個年 這個Gamma Radiation 就能夠避免到患者身體 第二個就是Sauce need not to replace frequently 你不要瘋了 我們不是把這個菇射進去它的頭 如果它射進去它的頭 那它的頭要5.27年之後才會Decay一半 即幾十年之後才會沒有Radiation 你和殺死它沒有分別 它是說這個Sauce的Half-Life是5.27年 所以你不是很需要整天換這個儀器的Sauce 而不是說我射進去的Radiation 要5.27年才Decay 那你射進去的是Gamma Radiation 為什麼Gamma Radiation呢? 如果被這些Cancel cells或者你的Living cells吸收了之後就沒有了 即是不用說什麼Decay Half-Life 它說的Decay Half-Life 是這個外面的Sauce 5.27年 那這個Undecated Nuclein就會減少一半 那這個Undecated Nuclein就會減少一半 所以我們就用這個Cobalt 去做Sauce 那這個是第一個用處 就是在外面射進去的頭上 Kill這個Cancel 那我們這個放射性的Glu-60 其實是我們的人造元素 那怎樣人造呢? 正常就有一顆這樣的Glu 然後你拿一顆Nutron 很高速地射進去 就會變成這個 unstable的Glu 這個unstable的Glu 就會Decay 變成Ni 像是Lib 然後這兩顆你就不用管它了 然後再加這個Gamma Radiation 那所以呢 你可以先自己合成這個 radiative的Glu 然後呢 當它Decay的時候 就要放這個Gamma Radiation 就是用這個Gamma Radiation去殺這個Cancel cells 那這個Glu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輻射很強 可以令到人脫頭髮 令到血液裡面的細胞組織 影響細胞組織 造成白血球減少 引起血液疾病 再生性貧脫 白血病 甚至死亡 OK 那如果你不想吃下去 剛剛呢 其實你身體呢 沒有吸收過任何菇 你吸收的是Gamma Radiation 分清楚這件事 你不是吃了一顆菇下去 你吃了一顆菇下去 就會在你體內放Gamma Radiation 它現在在你體內放Gamma Radiation 你接受的只是Gamma Radiation 不是菇 但是如果你吃了這個菇 一部分會被你排出 但是另一部分你會吸收 雖然最終會通過尿液排出 但是你吸收的那些部分 會繼續五點幾年 會放射這個輻射 所以它會一直在你身體內 有這個 產生了這個 Radiative Radiation 令到你生病 甚至是死亡 那這個菇 有很多事故發生的 這個在Wikipedia裡拿 那就是之前呢 有一個就是 警報系統失靈 還有呢 他們沒有帶這個警報熱 沒有帶這個 激量報警熱 就是我們之前說的那些 可以掛在胸口那些牌 或者這個Gamma Gigamiller tube Gm tube 好了 那這些東西 可能剛巧都沒有帶或者失效了 那這個是很嚴重的安全事故 是不是 不應該會發生 這些事 那最後這7個人 就不知道有這個菇洩漏 那最後呢 就有兩個人死亡 那其實呢 你打開這個Wikipedia 看到下面還有很大堆事故 就是幾十個不同的事故 就是不同國家都有發生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在處理這些放射性元素的時候 真的要很小心 很小心 而這個Gigamiller tube 還有那些 就是上次那個牌子 這個有一個open window 那些東西 一定要放在這個 實驗室裡 OK 如果不是呢 你洩露了 有這個輻射洩漏的時候 你不知道 就會很危險 那第二種治療呢 就是Internal Radiotherapy 那就是一個 radioactive source Ingested or injected into the cancer patient's body 即是你直接吃下去了 OK 或者呢 注射進去 或者你用一些微創的方法 譬如在你的鼻塗進去 在肚子開兩個孔 OK 接著就塞這個radioactive source 那這個sauce is chosen such that it only accumulates in target organs and keep the cancer cells 那因為呢 你可以放進去 是不是 而你也可以控制 這個sauce and alpha beta 和gamma 所以呢 你就可以控制 它受影響的area 而 那通常呢 我們吃進去 就用beta 為什麼呢 因為你已經吃了進去 所以呢 它就不需要再 penetrate 你的 skin 或者其他的地方 OK 如果你想想 你吃了進去之後 它是放gamma radiation 那你就會全身都受到影響了 因為它可以穿過你全身 為什麼剛剛用gamma 呢 就是因為剛剛要在外面穿過去 進入你的身體 但是如果你吃了進去之後 用gamma 那它就會穿過你全身 你全身都受到影響了 因為它可以穿過你全身 為什麼剛剛用gamma 呢 就是因為剛剛要在外面穿過去 用gamma 那它就會穿過你全身 而且它的幅度很短 那還有呢 Alpha的殺傷力太強大了 可能呢 直接就導致你附近的東西 發生一些很劇烈的變化 所以我們權衡這兩件事之後呢 我們通常呢 就會用beta radiation 但有時候都會用alpha 的 有時候都會用alpha 因為alpha也不會穿出去 嘛 所以alpha也可以用來q 一些cancer cells或者tumers 但我們比較常用Betan 通常是數天或星期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 進入了你的身體 你不想你的身體一年都有放射性 所以通常我們幾天 都足夠去治療肌 Long enough to complete therapy but short enough to avoid long-term health effects 如果你吃了之後已經十年了 那就很麻煩 另一個就是 medical tracer radiative sources can accumulate in a target organ when injected into patient's blood stream so detect and assess the radiation ameter in target organ examish conditions of target organ 譬如你某一些 特別的元素 就會被肝吸收 被肺吸收 譬如你想看看肺或肝 有沒有tumor 你可以吃那種元素 它就會流去 這裡當它是肺 我也不知道這裡是什麼 好了 怎知道有tumor 譬如有tumor的地方 血管是特別旺盛的 所以它才會無限增生 所以就會特別多 radiation 在這裡 所以在圖上 會看到最高級的 你就知道有tumor 第二件事 有時都可以用來看 結石 譬如你生腎石 譬如我生腎石 這裡有一顆腎石 腎石那裡是沒有血管的 所以其他地方 你都會看到 radiation 你照的時候 中間那裡就黑了 你就知道 血液沒有流經過中間的地方 那就很可能有粒 腎石或者結石在這裡 所以兩種用途 一就是看tumor tumor的時候 因為血本比較旺盛 所以radiation比較強 那個位置 所以你看到特別白 或者黑黑 我不知道 但如果你有腎石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 其他地方都有radiation 中間沒有radiation 所以就可以做這個 medical tracer 我們做這個medical tracer 會用什麼radiol 都是用這個gamma source 這個half life 就更短 半小時 那你首先想想 我們做這個tracer 是要做什麼 就是想照到那個organ 想照到那個organ 所以其實 你照都不會照幾個小時 所以 你只需要它放射一段時間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用gamma radiation 其實就是因為 你要這個gamma radiation 可以穿到出來 然後 然後 你再拿些detector 在這裡 就可以照到那個organ 的情況 但好像剛剛這樣說 因為你現在intake了 那些gamma 會影響到你全身 其實 所以這個amma 真的要控制得很好 OK 那通常就用這個 啊 這個material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 OK 強硬 你現在要在外面拍照 你現在要在外面拍照 OK 所以很弱的ionizing power 所以 健康危機 是小事 那如果你強的ionizing power 那你就殺了其他東西 你現在不是想殺一些東西 你只是想照一下 你的organ 有沒有事 好 好 那就long enough to record the medical image but short enough to avoid the long-term health effect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那它的真實例子是怎樣 那我們現在經常聽呢 啊 這個新冠肺炎呢 我們要照ct照ct 照ct 照ct 照出來就是這樣 你看看你肺部有沒有變白 是不是 如果正常健康的組織呢 那 當這個radiation穿過了之後呢 那它就會全敲 不會有任何事 那但是呢 如果 嗯 一些肺部呢 有陰形的代表了什麼呢 可能呢 就是它 嗯 有些液體在那 OK 那因為我們知道呢 如果你患了新冠肺炎 如果我患了 如果有人患了新冠肺炎之後呢 那 就可能那個肺部呢 就會有些液體 那這些液體呢 就會令到這個ct上面呢 就有些白色的影像出來 或者其他 嗯 不同的組織軍秘物呢 就會令到它有白色的影像 OK 那你如果一般照ct呢 那你如果你是一個 很有經驗的 檢驗的人呢 那有些人呢 專門看這個 X光片的 不一定是醫生來 有些人專門看這個 那你就會看到 這裡有個tumor在那裡 OK 那其實呢 我是看不出這個tumor在那裡的 那但是呢 如果你用了剛剛這個 radiative source 再加上這個ct的原理 ct的就是你放在360度拍照 那你會看到這個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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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傻子都知道我要切這裡了 那所以呢 它就比較容易看出這個tumor的位置 以及它的嚴重程度 那這個就是 一個radio tracer的用處 那這個就是 一個radio tracer的用處 那它工業上有什麼應用呢 那工業上的應用呢 那工業上的應用呢 就是看一下哪裏漏水 那很簡單 譬如呢 這條管呢 這裡漏水 對不對 那你正常情況之下 不知道的嘛 所以呢 你可以噴一些有這個garmat source的水 在這裡 然後再用這個detector去照 那你就會照到哪一個地方漏水了 OK 就是你拿這個detector去 咦 如果它漏水的地方呢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 突然之間有一個 sundificant increase in count weight 那你就知道這個漏水 那你掘開它 捕回它就可以了 OK 好 那這一版的summarize 那你就可以自己看 那就是sort half light 因為你不想地下場 就有radiation OK 好 跟著呢 就到這個fickness gauge 譬如呢 你這間工廠呢 是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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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呢 如果這個readings fluctuated at a very high rate 那你就知道這個儀器有問題了 或者它長期低過或者高過你的standard value 那你就知道現在有問題了 我要調整一下 好 那所以呢 這個sort is part between a radioactive source and a detector so an abnormal increase in thickness will lead to a drop in the count OK 那所以呢 所以我們可以由這個readings去adjust this thickness 好 跟著呢 就有這個smoke detector 那 Vlap呢 你落高的頭呢 裡面都看到一個smoke detector 那這個smoke detector 其實之前都有說過 是用什麼 那呢 其實就是 用這個alpha source 去ionize 這些particles 那你不停地放這個alpha source 然後呢 那你會不會被ionize 那所以呢 那你就會不停地 detect到有current 那如果 突然間火災了 那那些煙呢 來到這裡 block住了它的時候 那因為它很難呢 可以令到這個dust particles 或者其他ash的particles 呢 ionize 還動它左右 OK 那你平時ionize的空氣 或者那些ions 就會被它block住了 那呢 你突然間就會感覺到一個 啊 decrease in current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知道 啊 有事了 很有可能呢 就是火災了 那就要走路了 所以呢 這個就是這個smoke detector的原理 那簡單來說 就是如果這個smoke particles 在block了 這個current drop的時候呢 那這個警告就會響 這個警告 所以 只要你想想 它任何東西 可以block到 這個smoke detector的detect 都會令到它響的 所以如果你很智障呢 你可以放一張紙下去 那它都 即是你拆開它 放一張紙下去 那這樣 都會全效警報 啊 然後呢 就全效呢 就要下去 這個crease in current 然後你呢 就會被人 多大 最少啦 是不是 或者你噴點水 那些水都會block住它 這樣肯定都會響 啊 千萬不要亂來啊 好啦 那就用這個alpha source 一定要very long half life 因為你不會無故打開這個東西 去換這個saucees 是不是 你不停地放alpha 才可以不停地騙在下面的東西 OK 那下面這個呢 就自己看了 不夠了 好 那在龍葉上 有什麼用呢 龍葉 這個tracer 除了可以用在人裡 還可以用在植物 那些動物裡 那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呢 就是它用在植物裡 好 OK 那我們使用這些肥料 譬如鱗 這個是肥料的主要元素 那我們看看植物呢 怎樣吸收 和吸收多少呢 那我們就知道呢 我們用農藥的份量應該是多少 一來呢 就可以減少污染 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制 二來就可以省錢 亦都可以令到這個農作物 吸收到充足的養份 所以呢 這個呢 都是一個很熱門的研究項目 OK 好啦 那其實怎樣呢 我們就 加一個radioactive traces 落在這個泥土裡 OK 然後呢 這塊葉呢 就會吸收 對不對 那吸收的時候呢 我們就看不同時間的 Readings是多少 還有呢 你可以想一下 我會不停地加 例如我會不停地加 這些有radioactive sources 的肥料 進去 是不是 但是 這個植物呢 可能吸收不完 譬如我加10克的時候 它的radition是100 加20克的時候是200 但是加30克的時候都是200 對嗎 那就證明了呢 你其實只需要加20克的肥料 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節省一些錢 OK 好了 那這兩幅圖呢 就在這篇 paper裡 找出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它就用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植物 那簡單的說 就是10分鐘之後呢 它就吸收到這樣 40分鐘 80分鐘 那我們就可以研究這個植物 或者動物都可以的 OK 它吸收這些養份的肌尼 以及它究竟呢 吸收了去哪些位置 那我覺得這些研究都比較有趣 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放我的 可以想一想這方面的project 那還有這個食物的消毒 OK 那很簡單 我記得之前也說過 這些草莓呢 其實是照過Gamma Radiation 那你照過Gamma Radiation之後呢 那它就可以上面 就消掉了大部分的Bacterium 所以就可以保存得久一點 咦 原來這裡也有圖了 那如果你譬如同樣的時間 你照過Gamma Radi之後呢 就是很漂亮的草莓 就可以賣給你60元一斤 那在右邊爛了 那就不懂得去找地方扔 OK 記住 剛剛那個都是5.72年了 是嗎 不好意思 不用按下版 不要緊 5.72年呢 不是代表你 那顆草莓上面呢 黏住了一個 Radioactive Sauces 它的Half Life是5.72年 是上面照過那盞燈 它那些Materials的Half Life 是5.72年 那千萬不要試 以前那顆草莓只收到Gamma Radi後 它無法接觸到 那些 那些 啊 Radioactive Material Sauces 要不然你吃下去就會死了 好啦 那 那 還有一個呢 很大的用處 就是這個CFD 那譬如呢 我們發現了那些文物的時候 那我們怎麼知道那些文物是哪個年份的呢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碳14定年法 好啦 那什麼叫碳14定年法呢 那其實就是 那這個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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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常見呢 就是CFD 那就是你原素周期表學的那一個 那大概就19 那9% 那還有C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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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有1% 那還有CFD 那CFD 那CFD 那CFD呢 就是超級少了 那CFD呢 那這個CFD呢 那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這個文物的年份了 OK 那首先呢 這個CFD是怎麼來的呢 那這個 那個CFD 那這個CFD 那種CFD 那 大概是一個constant 那一個生命的動物或是動物 就會交換C14的constant 它會吸又會複 所以它會維持到 它的身體 C14的value 是一個constant 當它還在生的時候 因為它在生才會呼吸 好了 但是它死了之後 它不會再吸加C14 所以它只會消耗 在這個時候它死得越久 它體內C14的含量就會越少 記住我們這個是計算的 因為 譬如你一隻大象 它體內C14的amount 想定多於一隻老鼠 它死了1000年之後 你不可以由這個amount 知道它死了多久 但這個portion是一樣的 譬如你有兩塊花石 你斬1kg出來 然後燒掉它 那如果C14的portion 少一點 那塊花石 就是這個花石死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好了 那你想一想 這個dating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 它原本要是一個animal 或者是一個place 如果它不是動植物 那其實它是不會有這個 即是不可以說不會有 它C14不一定是constant 所以它一定要動植物才可以 那第二件事 就是由死了開始計算 如果有隻龜生存了1000年 我們再拿它的龜殼寫 那其實我們是不知道龜殼的年份 就是不知道它出生年份 但我們就知道它死了之後 停止了呼吸之後 這個龜殼 它有多少年了 還有還有一個比較tricky的東西 譬如你有一份 你找到一份估值 OK 接著呢 你現在怎樣可以C14 dating 其實就是切一角 接著要燒一燒它 OK 譬如原本 C12比C14 應該是100萬比1 OK 那現在呢 因為C14少了 所以你現在呢 這個value是1000萬比1 那你可以由這個portion去計算 這張紙 這個植物應該死了多少年 那問題就來了 這個植物呢 譬如死了5000萬年 不會誇張一點 譬如這個植物死了5000年 但是呢 其實你是可以拿一張5000年前的紙 現在才寫一些東西下去 所以其實你也證明不了 這份document是多久之前寫的 你只可以證明到這張紙 用來整這張紙的植物死了5000年 OK 那有兩個可能性 可能這個植物死了很久 它才用來做紙也不奇怪 OK 或者這個植物呢 做了紙 它一死就做紙 但是這張紙是近這10年 才我們拿來整 所以呢 除了化驗這張紙 我們還要化驗這些墨 我們才知道 它現在的年份是多少 OK 那 如果用一個圖呢 就是這樣 因為你C14的 啊 Amount 或者Portion 在你身體 是一個constant 所以 你死之前 如果你的Mask是固定的話 你的Activity就是固定了 OK 你剛剛死的話 它的Activity都是一樣的 但是呢 當你死了一個Half Life C14的Half Life 就是5730年 當你死了一個Half Life之後 那Activity就變了一半 再減少之後 再過一個Half Life 又變了一半 所以呢 所以呢 譬如我們知道 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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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 那你切1KG出來 看看現在的Activity Decay到剩下多少 那你就知道 那件東西死了多久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C14 這個就是C14 那它的示意圖就是這樣 大氣層之中 會將一些Ninegrin 變成C14 跟著這些牛 和一些植物 就會吸收了 這個C14 但是它死了之後 就會Decay 那所以呢 你就由這個Amount 就可以知道 這個C14 這個動植物死了多久 但是呢 在1940年之後 就不准了 因為我們人類太自私 不停地核試 還有放了兩個原子彈 可以說到很長期嘛 還有你有空就會聽到 北韓核試 伊朗核試 美國核試 俄羅斯核試 那樣 所以呢 我們現在地球的 radiation的衡量 都不是constant 整天都會無緣無故改變 所以呢 在1940年之後死的東西 其實是不準確的 用這個C14 但是如果在1940年死 你也沒有需要Decay 它那麼近死 當然幾千年之後的人類 就不知道 他們想 哇 我都注重了 這個C14 是reliable only for samples around60 or 60K years old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如果他死得太久 比如說 10萬年 他的Amount已經非常小了 你的ERROR就會很大 如果你的熱氣不夠準確 你的ERROR就會很大 還有他剛剛死 你想想 雖然說就是constant 但是每個人 就是C14的顏面 還有一點點不一樣 如果你剛剛死 那可能 他也會令到 它的Fructuration 很大 因為 而且 它Decay 你不知道它Decay還沒有 因為60年 就是因為這個Random process 你不知道它Decay還沒有 所以呢 這個C14的Dating 現在剩下太少了 好了 其中一個很有名的就是 死海古卷 之前 在死海的西北沿岸 昆蘭地區 一條 乾河旁的11個洞穴附近 就找到這個死海古卷了 這個死海古卷 經過這個放射聖炭定連法 即是C14的Dating 我們知道這裡大概是 公元前三世紀至一世紀的 聖經舊約 所以 它就由這個用處 就可以知道一些古董的連貫 有些人就會說 我們經常都說 地球形成了多少年 月球形成了多少年 怎麼知道呢 其實我們用一個方法 很類似這個C14的Dating 因為這個C14的Dating Half-Light是五千多年 我們找些幾億年 Half-Light的材料 這樣就可以等到地球和月球 生成了多久了 好 我們現在就說一下 這個有什麼危害 我們說了有什麼好處 也要說一下 這個Ionizing radiation Has high energy enough to damage molecules in living cells 它可以減少你的DNA的 molecules 令到你身體發生變異 可能就會生病了 which type of radiation is most dangerous 這個問題就已經說了給你聽了 現在 如果一杯水 你可以加一個Alpha 和一個Gamma 一定要你喝 那你要加誰 那你就要加Gamma 因為你喝了之後 起碼可以射出來 如果你喝Alpha 它射不出來 那就會在你身體裡 如果Gamma radiation 就是有什麼強烈氣的能力 所以它會在你身體裡 會在你身體裡 所以它會在你身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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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吃了進去 就出事了 那你就會在你身體裡 基本上有即擠了 強烈氣的能力 會在你身體裡 但是如果是Alpha 如果是你身體外面 你不需要怕 因為它會穿過你的身體 還有這個劑量 我們經常說這個DOS 就是你受到多少劑量的 radiation 那當然你越多 就越容易死了 這個DOS就是 Radiation exorbed by a body 這個Activity就是 Radiation exorbed by a radioactive source 這個Activity高 你未必接受的劑量大 因為你可以走遠一點 所以這個DOS就是 你接受到多少 而現在Activity就是 這個Sources是放了多少 The more energy absorbed through the radiation exposure the larger the absorbed dose so a larger absorptor dose is received when body 這樣廢話來 你在這裏長一點時間 就比較多 站近一點 就比較多 如果Sources強一點 就比較接受 多一點 asopter 所以 so for overall biological effect on the entire human body consider the exorbed by a radioactive source to be exposed 咦 咦 為什麼這麼窄 可能拍得太長 好 好了 那 這裡 你的身體不同的組織 它的 sensitivity to radiation 都不一樣的 那譬如你的胃 你受到0.12 就會受到影響了 這個Liver 就是0.05 Skin 就是0.01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看 就是這個Value 只不過是想告訴你 不同的身體部運 受到這個 radiation 都會不一樣的 OK 那 它的unit 就是SV 那這個不需要記 那你當然知道 這個越大 就越危險 那這個是 每一年 我們由這個 radiation 就是2.4 msv 即是每一年 我們由這個 radiation 到這個 就是2.4 msv 要怎麼 compare 就行了 好 那如果你照一次牙的 X-ray 就是0.01 搭一次飛機 由香港去扭約 就是0.06 好啦 如果你食二煎 每一天 那一年之後 就這麼多了 就說已經大過 附近radiation 給你的影響 幾十倍 OK 你照一次CT 都是10 所以CT X-ray 那些不可以連續照的 那你 每一年 如果你 在這個 C-level 收到的 radiation 大概是這麼多 吃了下去 大概是這麼多 radon gas 你自己有興趣 去看看 那所以說 這幅圈 告訴你 千萬不要吃煙 看電視都沒什麼 千萬不要吃煙 如果你有新式吃煙 那些圈頭 就不要吃煙 因為你吃煙 是有很多 radiation 還有 當煙加熱的時候 製造了幾千種 甚至上萬種 chemicals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 吃了什麼 或者跟你吃泥 沒有分別的 或者你 在海裡 切一點木 出來 怎麼穿它 就這樣 這個 radiation sickness a person receiving a sudden and high radiation dose may result in radiation sickness or even instinct that the symptoms of radiation sickness 有這些 可能會吐 然後很累 脫頭髮 脫頭髮 是一個比較常見的現象 OK 通常呢 鼻腹射照完之後 都會脫頭 好 好了 這個 剛剛說過 你一年接收的 就是2.4個 msv 對嗎 那 如果 你接收到500 就有 這個 abnormal blood cell count 那 如果1000 就會開始 那 如果再高一點 就會 脫頭髮 流血 然後 幾個禮拜 就會死 或者直接就死 之前就說過 東電公司 就聘請了些人 都不可以說聘請 應該是說 招募了些人 去這個 福道和田廠 他們知道自己是死人 因為這個 輻射含量很高 他們已經是做幾十分鐘 然後就要出來 等一段時間 但是最後呢 如果沒有記錯 這些事情不可以開玩笑 我希望 幾個月之外 就有 很多工程師 相繼的 過身 或者生癌 這個 病毒效果 是可以累積的 所以 接受 營造 營造 墟造 墟造 你可以想 這些 飛機師 特別容易生癌 一來 他們在高位 在高空的時候 會收到 比較多的營造 因為沒有什麼 隔離 第二 就是 坐飛機的時候 他們不停飛來飛去 所以 他就接受了很多 很多 Drenatic damage in productive cells may be transmitted to offspring 所以 如果 你 如果 一 完整 五個 就要穿著這個 保護衣 OK 才可以 適合 這些 材料 所以 如果 不然 都是交給你 好 好 那 這個 Wear Special Protective Clothing 或者 Useing Special Protective Clothing Useing Shielding Materials And Robots 可以 用機械臂 去幫你 看到嗎 甚至乎 直接 用機械人 去做 這些 今天 我們就說了 Radiation 對我們人類 有什麼幫助 以及對我們人類 有什麼危害 這個計劃的部分 我們就會留下 之後的影片 再說 Bye Bye